绣球花剪残花的工作已经进行了第五天了 今天呢我决定拍一个视频谈谈我的体会 我这院子里呢种了有各种品种的绣球花几十棵 那么七月上行呢这个花就是这个样子 开拜了准备呢给它修剪 我这个花呢都是很健康 那个树枝都很粗壮啊 然后花球那个开的也很大 我的体会呢因为我这是有梅雨季节 所以呢一定要根部通风 我会种茧 剪残花呢是源于爱好者最快乐的工作之一 那么我呢一般剪残花没有什么讲究 就是这个绣球花呢大概啊 就是从下往下属看到有芽点的地方 比如这个地方我就给它剪下来 你看像这个就非常典型的 很标准的芽点很简单 从上往下属 这一堆没有没有压点 这一堆也没有压点 那这一堆呢就开始有压点了 就在这个位置 就行 小山一样的残花堆了一堆 看我这残花剪了才三五天 新芽就纷纷冒出来了 你看这些嫩绿色的 这些全是新芽 很健康的样子 可以想象明年的花开起来很旺了 你看 这个就是我已经剪完花 才花的那个样子 因为根部呢我是 看一下啊 我是全部给它通通了 把边上的这个杂草除掉 然后把细落枝全部剪掉 我是剪的挺狠的 反正我怎么剪 只要肥狮的合适 明年就是一大虫 特别的好样 哪有那么多讲究 随便怎么弄 都是一大虫一大虫的花 你看这个新芽冒出来 是不是很开心啊 惺惺向荣的感觉 你看 这个剪完以后 这才三天吧 你看新芽 一虫一虫的都冒出来了 都可以想象 这一棵明年春天的时候 开出来花量是极其巨大的 看看 这么多新芽 另外像这一棵 现在还有一些 开着挺浪的花 它这个花固度特别的大 有我一个半巴掌那么大 然后这一只呢 这个花形不是很好看 中间呢 我那个洞剪得很大 就是为了给它通风嘛 但是也没关系 其实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它又会长满了 再来看这一栋吧 新叶子全都冒出来了 但是这一栋吧 就剪得还不够狠 有点不舍得 因为它当时啊 开花的时候 特别巨量的花 所以呢 它很健康嘛 但是呢 你看这个根部啊 里面的枝条呢 都很粗壮 还是有点多 我自己的感觉啊 其实是要下狠手的 所以呢 现在看来呢 这一栋呢 底下有黄叶子 那显然就是 还是枝条太多 这个肥里根不上 我现在还没施肥啊 刚刚修剪了 这个是大概三天吧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施一下肥 根部一定要剪到这个样子 很通风的感觉啊 然后那个黑土地露出来 我很喜欢这种黑土地 我认为这是很有美术感的 这个样子